从今以后 我决意隔除几席 长思己之过错 不论人之短长 再也不怨天尤人了 好啊 好啊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只过能改善莫大严 这是最最难得的呀 大凡疾凶之兆 蒙呼心而动回四体 过于后者常祸福 过于伯者常进祸 凡人俗言多倍障蔽 就会以为祸福无定 不可预测了 心地制成 便能与天道相合 福至将至 观其善 必能先知之 祸至将至 观其不善 亦必能先知之 若要祸福远祸 且不论行善 先须改过 改过 需发三种心 第一 要发耻心 第二 要发畏心 第三 还需发 永心 要常常这样想 古之圣贤和我们同为账 他何以百事可施 我何以就一身瓦裂 不得善终啊 担然于庸俗的快乐 私底下做出种种不义的刑警 还自以为人不知 鬼不觉 浑浑噩噩 傲然无愧 那就日一轮雨 禽兽 而不自知了 使之可修可耻者 莫大于此 孟子曰 耻之一人大于 以其得之则圣贤 失之则勤受而 这是改过的真正诀窍 天地在上 鬼神难期 我们的过错 虽然是在隐秘之处 但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 重则降之百扬 轻则损其献福 我们怎么可以不畏惧呢 就是在私事独居之地犯了过错 即使掩饰的严密 遮盖的巧妙 其实干费早路 中难自欺 一旦被人看破 一文不值一 想想这些 怎么能够不常常 生出畏惧之心 恭敬之心呢 尘世无常 肉身一云呢 只要一口气上不来 这个身子就不属于你了 到那时 你就是要改 也没办法了 这样的话 在阳世 要承担千百年之恶名 虽有孝子贤孙 也不能代为喜刷 在阴间呢 还要受千百节 沦落地狱的夜报 就是圣贤佛菩萨 也无法援手接引的 如此 怎能不让人心生敬畏呢 只要我们一系尚存 弥天罪过 有可悔改 古人常有这样的例子 一生作恶多端 而能临死悔悟 发一善念 终于得以善终 所谓一念猛历 足以敌百年之恶文 譬如千年幽谷 一灯财照 则千年黑暗拒除 所以 过错不论久近 唯一能改为贵呀 人不能改过 多是由于阴寻退缩 我们应当愤然振作 不要迟疑 不凡等待 小的过错 如芒刺载肉 素于掘踢 大的过错 如毒蛇孽直 素于斩除 切不可有丝毫影子 雷厉而风行 万物得以生发 这就是《易经》中 风雷之所以 唯一的道理呀 羞耻 畏惧 勇猛 人能具备这三种心 就会有过必改 如春冰玉日 秋冰玉日 老先生 这鱼生来不就是给人吃的吗 其实给人吃啊 大鱼生来不就是给人吃的吗 小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这是天空地道的事啊 各位 现在正值水族产卵的季节 现在捕捞会造成很大的沙业打 老先生 我等以此为业 一岁之中打鱼何止千千万万啊 你总不能全买了去放身吧 打鱼你们是能熟 但是 你们可知道 这鱼类也是有灵性的 听说过乌鱼母子的故事吗 这乌鱼在产下小鱼以后啊 会累得双目失明 这样 它就无法去觅食了 小鱼们围绕在母鱼身边 练练不去 它们知道母鱼就要饿死了 于是就一条一条地游进她的嘴里 母鱼 误以为是别的鱼类 就把它们吃掉 等母鱼恢复了缘起 眼睛渐渐复明以后 她看到吃的竟是自己的孩子 就停止吞食 绝食而死 所以说这世上 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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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都有灵性 那么养育之恩 生死之痛 我们与她们的体会 并无两样啊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小牛救母的故事 有一个屠夫要杀一头母牛 可等她去拿刀子的时候 却找不到了 原来是小牛将刀子叼走了 大鱼童 st 大鱼童 Ma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